我之前有同学问到的就是说 老师那这个地方我输出的时候 它会是有小处点的状态 可是那我今天如果希望怎么样 输出的时候呢 顺便帮我更改什么 里面的格式 可能我的格式希望是没有小处点的 那我可能做完一键完成之后 那我还要再来这边怎么样 再按下这个去除小处点 这样感觉有点好像有点 还要再变成没有全部自动化 再半自动的变成一个 最后还要再做那个 那这个地方的话有没有什么方式 可以顺便帮我把格式改过 其实它的流程是这样的 原来我输出的时候 是这边 各位可以看一下这个程式 这应该都没问题吧 这个在云端上都有啊 你也可以把它抠到 基本上写的方式 好 不过我云端上面好像把这个range 这边好像写成0.3的样子 这样也可以啦 不过这边说 你不能写这样子 30 百分比 就是说呢 在VBA里面 它不接受 30%这种叙述 所以如果你要在这边 输入那个30% 你可能要把它改成小处点 0.3 OK 那当然你也可以指向某一个位置 或者是给它一个固定的数字 两种方法都可以 好 那 再来就是说呢 我如果希望怎么样 把它输出完之后 顺便帮我格式化 格式化 那格式化我们通常会 在这边或者按右键 诶 右键有个什么 储存格格式嘛 格式里面的话呢 也许我希望变成数值里面的整数 数值 然后小数点不要 就是0 那特别注意呢 请你再切到 这个有个重点 请你先格式化好之后 再切到制定 为什么要制定 因为制定里面呢 就会看到 它最后需要的 其实内部的格式的公式在这里 也就是说 它放在储存格里面 可以把它格式化成 没有小数点 它需要用个0 0 其实有个底线 好像底线可以不要 0 底线或0 两个好像都可以 那我要怎么样输出这个 这个格式到储存格里面 其实有个简单的方法 就是呢 我在我的程式里面 加上一个 叫Sales 也是输出 输出到这个储存格之后 我希望把这个储存格里面 也把它做格式化 那要怎么格式化 特别注意 请你先打上什么 Sales 点 点之后的话 它有一个属性 叫做Lumber 打一个NU NU大概就出来了 其实打一个N就出来了 它叫做Lumber Formation Local 这个 这个属性呢 实际上 就是 有点像按右键 出现 储存格格式 然后呢 制定里面 你给它 那个框框里面 什么东西 所以把这个点两下 等于什么 双引号 记得要双引号 给它一个0就可以了 0的话 那就表示什么 整数哦 OK 那我就会 特别注意哦 最后记得把这个瓜糊加上去 瓜糊 i 哪一个 如果你没有加瓜糊 它变成全部的储存格 就是这个工作表 的全部储存格 瓜糊 加一个i 豆点 i欄 帮我把i 这个储存格做格式化 变成整数 也就输出资料之后 再格式化 输出资料 再格式化 OK 那可是你想说 老师那你刚刚 为什么这么麻烦 这个后打 那